匯豐緩迎五年,重罰150億 洗黑錢被美國正在告的匯控 不停認衰仔曲線認罪 經過五個月時間 終於與美國達成和解協議 要守五年行為 受監管有沒有再犯? 罰款就要付19億2100萬美金 即是大約150億港幣 利筆和解費 是美國對全球金融機構 最大規模的單一宗罰款案例 不過仍然有一個考慮 是否真的結束呢? 你知道美國有很多機構 即是你最後未正式簽署 最後一分鐘 講完全美國不再 是否會不會再告他呢? 一宗先完 又來另一宗可能又罰過了 匯控同時公佈 將會與英國FSA達成一份決議承諾書 可能與涉嫌操控 歐元同業拆息有關 分分鐘又賠負勁 即是賣評寶賺的200億 可能沒有了 匯控CEO在和解後 昨天下午就發表三頁內部通傳 要伙計省定些 不發分子會出盡辦法突破 要打升12分精神 確保匯豐的招牌 不要再臭下去呀